大家好 欢迎收看港湾播报 我是主播Cherry 多伦多周一发生在央街的货车重行人惨案让世人看到 一辆汽车转眼间就变成了致命的武器 由于案件中的招式车辆是一部租来的货车 现在本地租车行业已经被要求 研究如何更加严格的对租车者进行审查 多伦多袭击事件已经造成了10人死亡 而类似的事件在欧洲多个国家已经发生过 在英国 去年6月伦敦闹市区接连发生两宗货车冲撞行人的连环恐怖攻击 之后 英国的租车公司要求对租车人士进行更为严格的背景调查 不过 租车公司表示他们能做的仍然很有限 英国汽车租赁协会的负责人Toby Poston说 他们不是这方面的专家 上门租车的顾客不会穿戴防暴背心或者是装备 或者露出行凶的目光 很多时候 这些人看上去和普通人一样 据家通社报道 来自军方的消息称 多伦多货车袭击案中的疑犯米纳桑 去年秋季曾经在魁省军营参军两个月 因不适训练而退出 然而 军方也没有引起任何的警觉 多伦多警方称 他是在多伦多市北一个Rider租车点租到的货车 该公司周二表示 正在全力配合警方的调查 但是拒绝对其目前的保安审查政策发表评论 加拿大汽车租赁公司协会表示 政府官员尚未提出合作分享数据的要求 但是任何这类努力都将是繁杂的工作 协会表示 使用有关信息可能涉及到人权和隐私权 租车行业一直担心被欺诈与刑事犯罪活动所利用 但是可以做的审查工作却十分有限 首先 租车公司的雇员缺乏面试审查租车顾客的能力 第二是 租车公司能够查询的顾客信息有限 只能查得到顾客的住址 信用卡信息和驾驶执照信息 第三是 有的想制造恐怖事件的租车者 并没有犯罪记录或不良信用记录 卡尔顿大学国际事务教授Jeremy Littlewood指出 正是由于货车袭击容易发动以及更难被提前发现 才导致这类袭击行动的增多 但是 Littlewood认为 没有一个办法可以绝对防止此类攻击事件 他说 我们必须承认可以做得很有限 现实就是我们只能接受风险的存在 我们不可能置身于零风险的世界 温哥华一间名车车行去年遭到诈骗 骗徒利用伪造的银行本票骗走了一部 价值约45万元的法拉利跑车 之后再以低价28万元转手给了另一间车行 被骗车行本月初上告法院 要求对方车行交回跑车的拥有权 被告车行尚未就有关指控向法院提交答辩书 法庭文件指 位于温哥华市专营法拉利 马沙拉蒂等名车买卖的车行 BRMC遭到诈骗 一名自称经营收藏货币买卖生意的男子 涉嫌在去年11月9日已伪造的银行本票 买下价值约45.6万元的2015年法拉利F12柏林奈塔跑车 BRMC不宜有诈并完成交易 直至车行向银行领钱时才发现收到的假银行本票 于是向温氏市警报案 法庭文件指 骗徒得手后在车行不知情的情况下 以28万元的低价钱将跑车卖给了另外一间同样位于温哥华的车行 目前 该跑车仍然在该车行的名下 BRMC指出 买入该辆法拉利的车行 接受以28万元的超低价买入原本价值45.6万元的跑车 加上选择以现金交易 显示在这宗交易上并不诚实 要求取贿跑车的拥有权 由于该法拉利跑车是骗徒以不法方式取得 因此该骗徒并没有跑车的合法拥有权 亦没有权利将跑车转售 所以认为被告同样没有该跑车的拥有权 元素人要求法院确认其车行才是跑车的合法拥有方 并下令买入跑车的车行将跑车归还 以及更改车主登记资料 根据法院网站 截止昨日被告仍然未向法院提交答辩书 根据法庭规定 在加拿大收到民事诉讼的法院传票的话 被告需要在21日内回复法院 若被告身处美国或其他国家 限期则可以分别延长至35日和49日 大温哥华的汽车油价昨日在破高位 部分油站借每公升1.589元 是四天内的第二次刷新记录 有分析指其中原因是 地价高昂导致只有大集团有能力留在市场 独立精英者为征客的减价站已经不多 另外 卑诗省长贺锦则否定 油价贵与油管争议有关 他将原因指向了供应短缺 并称曾经向本省南陵华盛顿州的州长谈及 增加炼油产品的可能 汽油价在周日一度高见1.579元一公升 而昨日更加冲上了1.589元 有分析指 大温不同地区的汽油价也许只有束散的分别 Enpro International石油首席分析师麦克奈特 提到大温哥油价高的其中原因是 油站数目不多 如温哥华 地价高昂使经营成本上升 迫使一些非大集团式的经营者无法生存 只有如Shelven Eso Pertrocan和Shell等大集团留下 他指 在一些距离大温较远的地区 如Arbosford和智利域会有较多独立公司油站 他们为了竞争才会较多的减价站 北市政府正在跨山油管扩建计划与阿省有争议 阿省已引入法案考虑限制其输出炼油产品的数量 沙省日前亦向其省会引入同类可控制出口汽油及石油的法案 不过 北市省长贺锦则否定本省油价高企与油管争议有关 那是缺乏供应造成的 那已不是自新政府上台后去年7月才出现的 贺锦指 就供应问题他曾与美国华盛顿州的州长联络 上周我与州长因斯利清谈 他们的炼油产量不少 我们曾提到考虑将更多炼油产品输入市场的方法 他一提议 解决稀释利清问题的方法是 卑试炼更多的油 我们提炼的产品只占本省需求的约3.5% 这会是未来的一个问题 我认为我们必须为这个问题努力 出口更多的原油不会有帮助 另外 追踪油价网站分析员也同意 低价贵是不利区内波动的汽油市场 另一问题是 油炼油厂直销的油站在大温并不多 若有这类的供应商 可利用炼油的利润来对冲零售上的损失 他指 低路平原的汽油供应极为紧张 因此民众会见到油站的价格 其上其落的情况 他提醒驾驶者 一般在晚上 包括周末的晚上 汽油价都会跌3到4寸每公升 加拿大国会参议院通过了一项动议 批评中国在受争议的南中国海水域 做出兴建人工岛等一系列做法 是侵略扩张行为 中国驻加拿大大使馆 对于参议院的表决结果 马上提出了严正抗议 该动议谴责中国在南中国海 展现出不断升级和敌对的行为 并敦促征担各方 维护国际法和联合国海洋公园中所在的 航行自由和飞越自由权利 加拿大国会议员很少直接批评中国 而该项动议正直是 总理特鲁多领导的联邦自由党政府 寻求与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 开展正式自贸谈判之际发生 提出该动议的越议保守党参议员吴清海称 该动议或通过是向中国发出强烈的讯息 就是中国在南中国海的行为 是不可被接受的 中国驻加拿大大使馆就参议院通过该项涉及 南海问题的动议作出抗议 表示在中国和东盟国家的共同努力下 南海形势正在趋温降缓 各方正在焦距合作 全面有效落实南海各方行为宣言 积极推进南海行文准则磋商 共同致力于维护南海和平稳定 声明指 加拿大不是南海问题的当事国 有关人士并不了解南海的问题 打着尊重国际法和维护航行飞跃自由的幌子 对中国妄加指责 企图把家国拖下浑水是不负责任的 其目的不过是对当前发展顺利的中加关系 投下阴影 声明指这是徒劳的兵中将失败 苏里市政府证实 已经落实在市内推出三个组合房屋新建项目 可提供160个零时住宅单位 三个组合房屋地点分别为 乔治国王大道10662号路段 105大道13550号路段 以及107A大道13425至13455号路段 今年1月12日 卑诗房屋厅长罗品珍宣布 为了兑现省长贺景去年9月做出的承诺 省府决定在苏里市新建三个组合房屋项目 以解决区内无家可归者问题 每个全新组合屋单位内均设有独立淋浴间 而大楼也设有膳食、辅导及医疗服务 以及24小时紧急服务等 如果你喜欢购买流星潮牌或者各种包包 那么你对巴黎世家这个牌子应该不会陌生 虽然它生产过不少设计非常奇葩的产品 但也不失为一个国际一线大牌 就是这样一个备受明星潮人欢迎的品牌 却在一夜之间被华人拒之门外 各路网店代购纷纷下架 一个名为不买巴黎世家从我做起的话题 迅速登上了微博热门话题榜 随后又出现了抵制巴黎世家歧视华人的话题 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 法国当地时间4月25日早上 巴黎世家发售了一款新鞋 Triple S 这样一双Triple S的定价要将近6000多人民币 但仍然有大量的潮人喜爱 官网和门店之前几次发售都被一抢而空 所以在发售当天 有几个当地的中国人也早早地来到了店门口 按照规矩排好队 正当大家都按照队伍顺序依次购买的时候 来了几个阿尔及利亚人插队 因为中国阿姨忍不住指责了一下 没想到这却惹祸了对方 其中一个人动手推丧并开始辱骂阿姨 阿姨的儿子健壮连忙冲了过去帮忙 结果被那一群阿尔及利亚人集体围殴 就在这样光天化日之下明目张胆地进行围殴 那么商场的保安呢 保安来了也拉架了 但是五六个阿尔及利亚人殴打一个中国人 法国保安却只控制中国人 这一出由阿尔及利亚人挑起的闹剧 导致了巴黎世家停止了当天的发售 但令人气愤的是 法国春天百货公司巴黎世家店 将整个事情的罪魁祸首安在了中国人身上 这几个插队骂人打人的阿尔及利亚人 最后顺利地买到了鞋子 而守规矩排队的中国人 巴黎世家春天店给出的回应却是 滚出去再也不要来买鞋子了 整个事件最让人生气的 并不是那一群打人的阿尔及利亚人 而是巴黎世家春天百货公司 对事情的处理态度 虽然华人在海外购物时遭受白眼 以及各种理由被限购早已不是新鲜事 但巴黎世家这样 不分青红皂白地将中国人划分为闹事者 依然令人不解 在现场的华人代购将此事发表在了朋友圈 一时机起千层浪 引起了网友的暴怒 不少中国网友跑去Instagram上评论 让其道歉 华人代购圈也迅速地集合起来 宣布不再出售代购巴黎世家的东西 可能目睹了全过程 但选择视而不见的巴黎世家店长 在Instagram上流离一段不痛不痒的道歉 作为一个国际大牌 作为一个大型的百货市场 如此不公平地处置逻辑 与不尊重的歧视态度 让事后的道歉显得敷衍了事 该回应激起了诸多中国消费者的不满 截止到目前 微博上抵制巴黎世家歧视华人的话题阅读量 已经近2000万 感谢大家收看港湾播报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请点击右下方订阅我们的频道 读懂温哥华 从温哥华港湾开始 真正的本地新闻 及时最热接地气 玩玩乐乐温哥华 大温一周好去处 各类本地休闲娱乐资讯 舌尖上的温哥华 BC被原创美食微杂志 打造温哥华美食地图 温哥华港湾 大温最火的中文网站